严老师 突然之间发现你 老了不起了 为什么 读着研 带着娃 还在国外 你是怎么混过来的呢 我还打着工呢 我还赚钱呢 川哥提到这儿 其实刚才我就一直在思考 怎么到了男生这儿 成了家了 考个研 我就得全职在家 什么都不能干 那么难吗 不是说我当年读研 怎么又带孩子又打工 而是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选择在这一刻 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该负的责任就得负 考研可以啊 支持你啊 那你学生的责任你自己负 当老公可以啊 那你当丈夫的责任自己负啊 好事都落你头上了 全心全意考研 一个女人全心全意伺候你 为什么 你就她傻呗 你是真惊啊 惊到让人感觉到可怕 我不会做饭 我就不做了 我不会挣钱 我就不赚了 那你娶她干什么呀 我都担心 女生 她真的读了研 上了好大学 找了好工作 回家一看我这黄脸婆 这不行 我还得换 因为她心里只有自己啊 她只想的是自己幸福的 美好的未来 这个未来多少和你有关系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如果你还是珍惜这个女生的 你们一起走过那么多的时光 年纪轻轻结合在一起 也真的爱过 那我觉得你把考研的事情 缓一缓 如果你没能力 就先撑起家来 如果你有能力 就兼顾起来 如果你一般能力 至少在家给她做口热壶饭 你自己横聊 你如果说我没能力 我就只能躺在那考研 还不定能考得上 那你就离开她 自己去成就你的梦想 等你觉得你自己够成熟了 够稳定了 能给一个女人安安稳稳地家 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你再成家呀 我觉得还是要有她才行 那当然了 你舒服呀 女生我也不同情你 你的委屈都是自己自找的 你就没有自己 她还会爱你吗 生活的节奏在你手里 你才能拥有生活的幸福 你把节奏都交给了她 你就小小年纪 变成一个怨妇 好好想想自己 婚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是最重要的 谢谢 谢谢严老师